大家好,我叫孟少 今年呢,26岁 在我4岁的那一年 父母离世 是奶奶独自带着我长大 在我13岁的时候 奶奶也永远离开了我 那年的我才13岁 从那时开始 在学校里面经常打架 考课惹是生非 结果被老师也开除了 后来跟着我勃勃去学挖机 学了一年多 每天工作15、16个小时 从我110斤的时候 整整做到了80斤 再后来在电子厂里面上过班 开过挖机,搬过砖 当过服务员 期间慢慢明白了 这根本不是我想象的生活 这时的我也有了创业的想法 2017年我回到了富兰永州 开始创业 那孟少,你怎么想起来拍短视频呢 创业这三年来 我也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是一位朋友 带我进入了互联网这个圈子 刚开始我们拍视频 拍一些分享正能量故事情节 途中啊,也有过心酸 也有过泪水 甚至被别人评价 每天不务真业 当看到粉丝在评论区 对我们的评价 对我们的认可时 我觉得这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那孟少,其实你不走来也挺不容易的 成年人哪里有容易遏止 只不过有人替你富动前行而已 我们的评论空军